吉安湘公所日前举办了113年首次村长及村干事业务回报 乡长由苏贞协同了各客市主管与会 除了是针对了113年新的建设展望做说明 也统整了112年完成效能 延续今年度各建设议案来执行状况做意见的交流 那么也期盼持续建立和村长们的工作共事 来带着领长志工群共同来创造幸福美好的友善城市 不论是住户路边停车问题还是路灯任阳等 都在吉安湘公所113年首次村长及村干事业务回报 逐一提出和讨论 吉安湘长由苏贞协同客市主管与会 针对今年新的建设展望做说明 也统整去年完成效能 延续今年各项建议案执行状况做意见交流 尤其针对在全湘奔走执行公务的567位领长 当中就有216人年岁过高 于是表决领长落年纪达75岁以上 由公所同意办理融退 预计于明年执行 因为领长的年龄大 可能出外的话可能比较受伤的机会比较大 保险公司他不愿意理赔 去年跟我们收拾八卦结果赔了20万多 豆料 所以因应这个领长的高龄化 所以我们有预定了大家看到的 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地方基层基础的力量 和我们凝结各项弄邻里乡亲的意见的一个会议 非常的重要 我们也把112年所有完成 以及未完成的评级 和待完成未来的取向 作为一个共识 我相信村长是我们到位在地的一个最重要的环块 所以请听村长的意见 也带来吉恩乡公所在未来要宣导的事项 执行的方针很重要的一个会议 因此我们相信 让我们乡跟村共同吸手努力 带着我们的领长 带着我们的志工 协力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 创造出幸福吉安 更美好的圆满快乐相成 另外统整此次各村长书面提案共计29件 以建设类24件为最大宗 多数反映博游路面铺设问题 由竹珍表示 与乡亲生活及其相关的各项基础建设刻不容缓 感谢村长用心 都将纳入施政重要参考 在全则范围内全力以赴完成乡亲所托 让地方基础建设更加完善 安全已符合民众所需 记者蒋方燕前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